跟得足一些 譬如裝傢伙的時候 我都不用管 以前裝傢伙的時候 我就要在這裡 就要自己看著 這裡我就 就交給公司去搞定 有三年售後服務 這個會有信心一點 這麼大間公司 又要拍一些影片 又要去把自己的製成品給人看 不是每間公司都願意這樣做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裝修 再找設計傢伙 我們都會考慮找設計情報中心 設計情報的精心設計 一向遍佈全港 而今天要帶大家去看看的地方 就是有西九四小龍之稱的雲景台 究竟今次我們的設計師 有甚麼可以帶給互主呢? 入到客廳 顏色簡選方面就較為簡旁 顏色方面都是以黑白灰為主題 看下去乾淨簡潔 雖然是長方形的客廳 藍面會有少少壓迫感 但透過玻璃設計的反射 就可以將這種感覺完全消除了 我跟她說想黑黑白白 這是我的意思 她都提議用灰鏡 如何配合我想愛的顏色 途中入去兒童房前面經過的走廊 還有兩個設計非常有特色的小掛長燈 除了裝修之外 互主都試過找其他公司幫忙設計家事 但最後都因為不適合心水 究竟過程是怎樣的呢? 因為始終那時候搬出床 床延避免留在床 還有始終出來的效果 沒有看過圖的那樣的 即不是那樣的 穿過走廊之後 就是兩間兒童房 當然為了護主兩個女女著想 內裡的佈置當然色彩繽紛 而且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图案 小朋友就肯定喜欢 不以为只有这样 内内的使用空间一样实用 绝对看得又用得 最后进入主人房 格调着和客厅完全不一样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油情格调 房间以淡紫色为主题 配以奶白色的西欧家具 整体配合起来既浪漫又舒适 户主提及到他在网页里面找到我们 但是网页里面有些什么是最吸引户主的呢 当然是那些家事的制成品 因为多数都是摆那些家事的照片出来 还有有些真实个案 即是无意个案的视频 又可以被人看到 就可以很多资料和参考 试过这么多不同公司的户主 就对我们的服务又另一番见解 那齐齐听下吧 能够跟得足一点 譬如装家事的时候 我都不用管 以前装家事的时候 我就要在这里 就要自己看着 这里我就 就交给公司去搞定 这么大间公司 又要拍一些视频 又要去将自己的制成品给人看 即不是每间公司都愿意这样做的 不知道护主未来找装修公司 又或者再装修的时候 会不会找回我们呢 如果下次再有机会装修 再找设计家事的话 我们都会考虑找回设计情报中心 怎么样 中文字幕——YK